所有東西裡面 在我心中排TOP1 不同的國家就會有不同的什麼 我第一次飛澳洲的時候 它的澳洲就是壞掉了 欸? 一二三四五 欸? 反正歐洲水也沒有很好吃 清電式的縮毛巾 怎麼臉熱熱 就紅然後還浮起來 種種的這樣 好 大家好 快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Tania 這支影片上傳的時候 我做空姐就已經兩年半了 時間感覺飛一下 咻咻就過去了 前兩個禮拜是第一次確診 所以我現在是好了 但聲音還是有一點點那種 鼻音的感覺 希望沒有太嚴重 不會影響這支影片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呢 就是 空姐旅行上班的必備好物推薦 咻咻咻 一二三四六 今天我總共要分享六樣旅行好物 我今天在影片裡面提到的好物呢 我都會在資訊欄裡面放連結 如果有被我燒到 換資訊欄裡面 就會找到 我今天影片裡面推薦的這些東西 如果我買的這個東西 它在網路上我找不到的話 我就會找一個相似的 CP值比較高的 放在資訊欄 好 那我就不廢話了 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影片吧 今天我推薦的第一樣產品呢 應該是 所有空姐都會有東西 我自己猜測 我其實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 但是在我眼裡 它是一個必備的東西 那我們常常要飛嘛 然後有時候會被抓飛到不同的國家 那不同的國家 就會有不同的什麼 蛤?我訂到正確答案了 就是不同的插座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 或是你是一個 已經有一點錢 想要去好好體驗世界的人呢 一定要買一個萬能插座 這樣 我之前買過另外一個 我想說只要能用就好了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蠻便宜的 真的是 我第一次飛澳洲的時候 它的澳洲就是壞掉了 萬能插座 它這裡都會有標號嘛 歐洲 英國 美國 澳洲 比如說澳洲的好了 你就推它的這個 澳洲的插頭就會冒出來 然後這一邊呢 就可以插你原本國家的 萬能插座這個東西還蠻關鍵的 因為你會覺得 欸 有就好了 所以你戴一個 如果它太便宜的話它壞掉 那你想一下 你那一趟你就沒有得用了欸 我是一個比較extra的人 我如果飛國際的話 我通常都會帶我的電捲棒 欸 Layover 好不容易飛國際 我當然就是要打扮著美美的 再出去嘛 要拍照啊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變得很關鍵 因為我電捲棒不能用 我覺得很不開心 這個是只有比之前那個貴 可能 maybe 不到10塊加幣吧 但它都沒有壞掉 從來都沒有讓我失望過 然後真的非常好用 我會把它的連結放在資訊欄 所以今天第一個推薦呢 就是萬能插座 好 今天第二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現在 怎麼說也算是疫情過了 但是又還是有疫情的情況嘛 所以什麼東西就很重要 口罩就很重要 疫情大概結束之後 我們就沒有在規定一定要戴口罩了 但是我沒有戴的那三次 我三次都感冒 就是一般感冒沒有確診 所以在那之後 我不管怎麼樣 我都一定會戴口罩上班 我看台灣或者是亞洲的空服 好像到現在 還有規定戴口罩 還是沒有的話 在底下要告訴我 我只是每次看到 有人發的都是戴著口罩 所以對我們這種人來說 收納口罩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口罩收納袋超級不平 印象中是我在 CM上面買的吧 可能買衣服你得要看商家 怎麼樣怎麼樣 有一點麻煩 但是買這種小圖端划算 然後又很方便 他做的是這種霧面透明的材質 然後一個小拉環打開來 然後我覺得很方便是因為 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你的口罩剩下多少 因為是霧面關係 所以防刮嘛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凹的 就是一條一條線的 女性的時候很容易生病或是感冒 我覺得口罩真的是一個必備的東西 所以這是第二個 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旅行好物 第三個東西呢 1 2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對我來說 應該是這五樣 我剛後來重數了 是五樣不是六樣 不知道我前面在數什麼 這個東西是我覺得 今天所有東西裡面 在我心中排Top 1 我只是隨便拿 所以順序不一定 但是這個東西是 我相信一定有人跟我一樣 我們在飛的時候 不管是上班還是在旅行 大部分的時候啦 我們會希望是有個小預算的 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我們都會自己帶那個cooler嘛 裡面可以放我們準備的食物 因為我們有時候 一飛可能就飛個三天四天的 然後在外站呢 買吃的有時候就很貴 比如說你去歐洲 我是想要省錢的 我是在工作 我當然會希望可以省下一些 不必要的花費 反正歐洲的食物也沒有很好吃 Oh my god 我會不會等一下 不要罵我不要罵我 對我來說 我會很想要吃熱食 你打包了你的食物好了 但是你到那裡 那個食物就一定是冷的 除非你特地離開房間 到飯店裡有微波爐的地方 然後借微波爐 前面在pack你的食物的時候 就一定要有那種ice pack 它才能保溫嘛 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我是很爛 我不喜歡到飯店之後 有時候我根本不想離開房間 我還得要特地 為了這個 換衣服離開房間去問 微波爐在哪裡 微波完然後再回房間 好麻煩 我很爛 可是我又很喜歡吃熱食 我覺得正餐 我就是要吃熱的食物 每次到任何飯店 我第一個最想吃的 就是一個熱的東西 因此我就買了這一個 它是一個熱鍋 來 可愛的小袋子 然後 這折疊式的 超級方便 而且它真的補大 它佔的空間又很小 因為你可以吃完之後 你洗完 你就把它關起來嘛 好 你就把它合起來 蓋起來 然後它這台空氣 就這麼一點點 這個是我今年才開始用的 我是跟一個台灣的主員 他已經很資深了 一起飛 他跟我推薦這一個 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折疊事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 有些主員看到我打開那個 我的lunchbox的時候看到這個就覺得 哇靠 你為了食物你也太犧牲了吧 這個又很大 然後又蠻重的 但是我真的是一個會為了吃熱食 願意拿更重的行李的那種人 這一個 跟這個大小你們自己看看 它真的小很多 我現在都是帶這個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我就一定飛的時候都會帶泡麵 我知道翻面第一件事情 煮熱水 然後再煮泡麵 擦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擦一般的擦頭 擦到兩個極速 一般我都會先用這個 然後超級快水 差不多開始滾的時候 你就換到中間的 煮的差不多就關起來就好了 超級好用 推薦 我推薦給其他所有的空服 我也推薦給 所有喜歡旅行 有時候你是有一個預算 有一個budget 你不想要花太多錢 你在吃方面 你就可以帶一個這個 超好用 讚讚 今天我們要推薦的第四樣東西呢 是這種 我大部分東西都是在Amazon買 我覺得住北美 真的Amazon超方便 我平常用的那一款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底下連結 這個是我在皮姆上面買的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東西需要 這個東西一定要帶 我之前有一次飛日本成田的時候 我到飯店 然後洗完臉之後 我就用它乾淨的那個毛巾 就壓一下把臉壓乾嘛 然後我拿起來之後就覺得 怎麼臉熱熱的 我臉熱很久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看了一下鏡頭就發現 就這邊就紅 然後還浮起來 種種的這樣 我確明反應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你如果碎一點 你就是會遇到 可能就剛好那一批 沒有洗乾淨之類的 當然也有可能是飯店的問題 但不管是怎麼樣 我覺得都應該要 自己戴自己的這種說毛巾 你這種也不貴 很簡單 就打開 我們現在要隨便拿一個起來用好了 打開來 然後裡面通常就會長這樣 你就用水去沖一沖 遇到水之後 它就可以展開我去沖 我剛剛用水就小小沖一下 它就已經可以展開了 然後它打開的時候 其實還蠻大的這樣子 保證是乾淨的 然後也很有潤性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你一定得要帶 你永遠不知道飯店的毛巾 到底有沒有洗乾淨 欸我每一次 拍片不知道已經幾年了嘛 但是我每一次在拍片 我都還是看畫面裡的我 因為我覺得這樣我才知道 我有沒有在畫面裡 我永遠都不看鏡頭 所以我永遠都沒有在看你 好啦我現在開始 我努力的訓練自己看你好不好 今天最後要進去呢 我會第一看著你推薦 旅行必備 尤其是如果你是空服院 然後你要上班 一定要有 這張 我買的這個叫大麥若葉的粉末 它就是像蔬菜的粉 但其實不一定要大麥若葉的 你就是買蔬菜的那種粉 我覺得這個不會太難吃 你加了水之後 它就是蔬菜汁的味道 我早一圈就是討厭蔬菜 那我也不要勸你們了 我也沒有辦法 但我們一般人呢 蔬菜攝取是一定要的 尤其是我們長大之後 有時候會懶得煮飯啊 或是都吃外食 你不一定會每天攝取到 足夠的蔬菜量 尤其是當空服 你打包行李的時候 你很難打包很多種蔬菜吧 你又沒有地方煮 那外國人就是會一直在沙拉 但是我又不愛吃沙拉 所以我就一定會帶大麥若葉粉 Layover的時候 我就會泡一包然後喝 空姐空少們 你們都知道啦 如果你不好好的吃蔬菜 或是泡這個蔬菜汁來喝的話 很容易便祕 因為我們工作有關係 所以我們睡覺的時候很不規律 你如果睡眠不規律 你也沒有再補充蔬菜的話 整個人氣色就會非常非常的差 我本人是一個失眠 本身就已經很嚴重了 當空服員之後 睡掉這件事情 我已經就擺一邊的隨便 但是至少我覺得身體裡面 其他的維他命C啊 那些補充品 都一定會帶在行李裡面 然後 這個是我覺得比那個還更重要的 因為蔬菜真的是每一個人 每天都一定要攝取的東西 然後我買的呢 就加拿大最大的華人超市 大同華裡面都會買到那種 一大盒的大麥若葉粉 然後裡面有超級多 我就會買一盒 就可以慢慢吃這樣 然後今天五樣東西我就分享完了 很好奇我這五樣好物推薦裡面 你們有幾樣呢 其他空服員如果你們也想推薦我的東西 麻煩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很想知道 還有哪些東西是我可能miss out的 精油就不用了 什麼薰衣草 什麼精油想要幫助我睡眠的就不用了 因為對我來說沒有用 希望你們大家真的都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從中有得到一點收穫 那這影片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